法令人间的各位听众你们好 我最近在大陆东莞的一个温泉山庄里经历了灵异事件 当时我和我老公入住,因为是去参加商会的活动 在我们入住酒店房间之后,因为肚痛,就叫了我老公来帮我买药 但原来那里附近是没有药房的,要坐车出去外面买 我们就有两地车牌,老公就说他会和我买药,叫我休息一下 我就用耳机在这里听一下歌,听一下有点累 在蒙蒙隆隆之间,耳机就跌了到床那里 在蒙蒙隆隆之间,耳机就跌了到床边那里 我就起身弯低身去收拾 谁知道在耳机旁边有一束很长的头发,我就很害怕了 就顺着头发,看下去 当时我的动作呢 是我个人站起身,再弯低身,头向床边,看着自己的脚 我顺着头发,看过去 突然之间,有个人头,扑了出来 对眼看着我 当时就吓到我,眼都滚了出来 我一世人都没试过这么害怕 本身我就是不怕鬼的人 但是这么直接面对面的看到,我又真的很害怕 但是他,即是那个人头,就跟我说要我冷静,他不会害我 接着我就见到一个影像 是见到有个男人在那里追杀他 还将他的头砍了出来 我当时很想帮他 但是这件事完全是一个景象 我没办法去做任何事 只能够眼白白地看着他,被人杀害 他又跟我说了 在里面是这个男人杀了他的 叫我帮他报警 他的尸体放在树林里面,我就问那里叫什么名字 他一直很大声地跟我说 但我又完全听不到他说什么 只是见到他的样子很惨很惨地在那里哭 之后,我突然之间又清醒了,坐在地上 不知道为什么呢,我是完全相信 刚才那件是一件真实的事情 我认定那具尸体就是在床底下 当时,我连滚大帕林爬到门口 叫我老公的助理和另外公司的人上来陪我 我跟他们说 在我的床下面有尸体 他们就把我张床揭开他 但是下面就什么都没有 而我站在床边,头就非常疼 但我依然都是确定 这里一定是真的发生过命案 因为我住过很多的酒店 从来都没有试过像这次那样 连个女孩的样子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他哭得真的很惨 但我真的做不到任何事 又证明不了给大家看这件事是真实的 当我老公买完约回来 我们就换房间了 但我一直跟老公说 求求你帮下个女孩吧 我真的见到她的 老公说我可能不舒服 做噩梦而已 但我真的相信 我自己见到的东西是真实的 我又下楼问酒店的职员 知不知道那里有没有发生过命案 他们又说没有 我一个香港人 人生地不熟 真的什么都做不到 老公就安慰我 真的只是发噩梦了 我回到香港之后 订了很多日 而且这件事 成为了我身份中的一条刺 我觉得自己 没有帮到那个女孩 非常之遗憾 今次投稿 我都想问一下大家 那么多位 其实当时 我是发生什么事呢 我究竟是真实 还是在梦中 我都很想找个 专业人士 来解答我心中的疑虑 我依然都是很内疚 对这件事 无法释怀 希望大家可以 给点意见 或者建议我 好了 以上就是我的分享 多谢那么多位 其实每一单都很久之前 起码都 二十几年前 那话说 其中一单 就是关于香港大学的 香港大学 就是说着 薄芙琳道 那个香港大学 因为呢 我就住在那里附近的 话说 某一天 我就和一个朋友 就在 行山 行到去 即是老秤庭 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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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说那天 就走完 就 由一个 有一条小路 那里走回来 那些路呢 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下回来的时候 其实是由一个 我们叫水塘 水塘 那里 下回来 话说 我们就由那条路 那里 就走回 从山顶走回来 因为走完山了 那我和一个朋友而已 那下回来呢 就是穿过这个 我们叫薄芙琳水塘 下回来 就一直沿着 我们叫南区 那条叫什么 什么龟路呢 其实我是路痴来的 我稍微补回那些 那些路名给你听啦 那一路走回来 那因为小弟呢 就住在 嗯 列堤顿道的 那呢 就由这个薄芙琳那里呢 走去 呃 香港大学呢 其实有一架升降机呢 就很方便的 可以去回列堤顿道的哦 那呢 准确点来说呢 其实就可以说是 三架升降机呢 那这三架升降机呢 其实呢 我就 整天都搭的 因为 举凡我由这个 呃 南区那里呢 呃 回回家呢 都会 经过这三架升降机 时代一架 那样就搭回上去 呃 就是那个列堤顿道的高度啦 就是经过 然后再经过 月明泉啦 那样呢 就回回家了 那话说呢 那我朋友就不是 不是住在列堤顿道的 那我就请他 啊 来我家坐下啦 行的整天 整天行山那样 那于是乎呢 那我就走了 走到去那三架升降机那里呢 我就见到有一个人呢 就走到那个铃铃那里 那个铃铃呢 就 闪门 那我们又累了嘛 又不想追哦 哎呀下一转铃铃啦 这样 那样就慢慢走过去咯 怎么知道呢 走走走 那么那个铃铃铃铃了啦 不够十秒钟再开翻哦 那里面没有人哦 一般人就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我就知道有什么问题了 因为呢 那三部死人升降机呢 速度是非常慢的 他上了去之后 虽然上了去 我忘记了多少楼 因为因为我现在已经不是住在那里了 二十几年前的事 那么呢 其实呢 一上一落呢 起码都要三四分钟才下来的 那么没可能有个人进去了 过去呢 就是关了个铃铃门 十秒钟后开回 没人的嘛 那么我就跟我的朋友呢 一路走过去 一路当然聊天了啦 天南地北 聊什么都聊啦 那么我看到我这样的情况 那么我自己可能不迷意啦 我觉得可能是旁边那两个铃铃 自己认错铃铃而已 可能那个人呢 走一旁边的铃铃进去了而已 怎么知道呢 这个时候呢 我的朋友跟我说 咦 刚才不是有个人是进了铃铃铃的 这么快 没有了的 那么我就知道死了 我跟我朋友看到一模一样的东西 那么我就知道 哎呀 惨了 以后有段时间害怕啊 大哥 因为呢 因为呢 那三部铃铃呢 其实真的是 尤其是进了夜之后呢 他 我都要搭那三部铃铃回家的嘛 如果不是呢 我就要 呃 就是 走远一点咯 就是这么说咯 走远一点 其实有些楼梯这样上 上回家的 自己走斜路啊 之类啦 那么呢 如果你问我这个走进去的人 是多少岁啊 怎么怎么怎么呢 我可以形容给你听的 都是三十多岁的人来的 啊 有手有脚的 看上去你不觉得他是那些东西的 啊 因为呢 在香港大学呢 其实近这十几二十年呢 有很多大学生呢 是 嗯 那个年纪呢 变化很大的 尤其是有大陆的学生呢 大陆的学生出了来之后呢 呃 你又不知道他是不是 是三十多岁 你不知道他是不是一些很年轻的 呃 呃 教授啊 或者讲者啊 或者是一些年纪大一点的学生啊 你猜不到的 因为你看上去呢 是一个时装啊 完全是一个现代人来的 只不过 从逻辑来讲 你是没可能十秒钟 进了个升降门 开回 不见了 你都大胃高八飞 是不是 那么我这个朋友呢 就不害怕的 他是一个很科学的人来的 就算他 科学解释不了他都不会害怕的了 总之 这个 没得解释的这件事 他不害怕就是不害怕 那 那 我就以后呢 每一次搭那三个升降门 任何一架呢 都心有戚戚然 其实之前都有的 因为 那个 那个位置是阴阴的 这个故事就这么简单 其实还有几个故事的 有些曲折一点的 那我现在呢 找回那些位置 给你 给你 可以发放给那些读者 看看 你看 主持好 听众好 我是B小姐 我来自澳门的 这个故事呢 是我几个月前发生的 在家里 睡睡觉 我不知道你们信不信 但是 当时我真的 很 很逼真 很深刻 那时候是怎样呢 那时候呢 我就睡着了 睡觉了 跟着无意之中 我就 不知道为什么 听到有点声 那我就 想抹开眼睛 但抹不到 但不知道为什么 在我脑海意识里面呢 是看到 有一只不明物体 站在我房门口 但它站在那里 它没有动 那我就 开始 害怕 你不知道它在做什么 我就不断挣扎 想打开眼睛 看 但不知道为什么 我打不开眼睛 但我脑海意识是 看到这个画面的 我不是做梦的 但是呢 是看不到的 即是实际上 我打不开眼睛 是看不到的 但我真的看到这个画面 接着我就看到它 慢慢慢慢慢慢 走过来 走到我 旁边 但我旁边呢 是个窗 那里 那 怎会可以 坐到 窗口那里 然后 她摸一下 身上头 看着我 身上的手 好像是我 撩下 撩下 我的头发 我不知道它想怎么 好像 装装装装装 它很瘦 好像一个人 但是 黑蚊蚊 但是 但我看清楚 好像是人形的 黑蚊蚊 因为那时候 黑蚊蚊 黑蚊蚊 但我很清楚 她的头发很长 也不知道 那男女 很瘦 很瘦 瘦 很瘦 但她有了 我伸手 摸我的头发 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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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喊 喊 喊 喊救命 喊我妹 因为我妹在我旁边 我和我妹一起睡 我一直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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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我妹完全都听到 这些不知道是不是鬼压床 然后我就害怕 这个时候 我就在那里念经 在我心中在那里念经 念一下念一下 我终于打开了对眼 但我的身体原来也动不到 我就打开了对眼看到她 真的和我的画面 那老海的画面一模一样 她一直看着我 嘴 我害怕 然后我就 再继续押 但原来我还是 说不到hai 然后后来我又再闪着眼 又再念念念念经 念一下念一下 唯 Saul 我终于把手放下了 我突然ions坐在那里 然後看不到那個人物 就是消失了 幸好他沒有對我做甚麼 但他在屎嫩嫩我的頭髮 我提得很清楚 他的手 他的頭 即是一個類似人的生活 其實應該是鬼來的 嚇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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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 不只男還是女的物體 就是这样,幸好没有发生什么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